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真的吃到了假药的话 那么就麻烦了 所以说我们在购买药品的时候 最好还是在线下购买 比较靠谱一点 并且呢 像一些大型的药店 他们的药店呢 都是经过认证的 而里面的药品呢 都是比较安全的 有保障的 所以说基本上不会有假药 那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这种贴身衣物啦 衣服呀 多多少少都会有误差的 那么如果从网上买回来 穿着不合身的话 那么就是无法退的了 特别是像这种贴身穿的衣服 想退就更难了 所以说贴身衣物 大家最好不要在网上购买 如果买的不合适 退又退不掉 这样就非常浪费钱啦 那第三个东西就是一些水果或者是蔬菜之类的 它们呢 虽然从图片上看得非常的新鲜 但是呢 像这种生鲜食物 它们的保质期是不长的 所以说是特别容易损坏的 并且呢 这种生鲜的食物呢 在运输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些磕碰 那么万一真的是磕到哪里或者是碰到哪里了 那么最后拿到手里的就会是一个坏的食物 所以说生鲜食物不要在网上购买 那第四样东西就是一些奢侈品或者是口红之类贵重的物品啦 一些爱美的朋友呢 都会买一些奢侈品或者是一些口红 这样呢 就可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加的光鲜亮丽 所以呢 这个时候很多人为了便宜 都会在网上购买这些东西 但是像这些贵重的东西呢 是看不到摸不着的 那如果说在网上买到了假货 那我们就亏大了 所以说像这些贵重物品啊 我们千万不要在网上购买 那第五样东西也就是家电了 小家电毫无所谓 特别是大家电 大家电如果在路上运输的过程中 客奔到了话 退货的话就非常麻烦了 那如果说商家不包邮退的话 像这种大型的家电 它非常的重 那么退货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呢 并且呢 安装也是一个问题 网上购买的家电呢 它安装 一般都是需要自己安装的 而在实体店呢 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店里会专门安排人来帮你安装 这样的话就非常省事啦 所以说像这种大型的家电呀 我们还是在实体店里买比较好 好了 今天的去中国讲堂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欢迎